这个男人每天都拿着传单往别人家的门上贴 只要是传单接连几天都没人撕掉 他就会光明正大的撬开锁溜进去住几天 因为大多数人见到门口的传单都会撕下来 如果没撕的话 那就说明这家人出了远门 他会溜进别人家先用别人的牙刷刷个牙 穿上别人的衣服体验一下当主人的感觉 最后拿出摄像机和主人拍一张照片后骑车离开 但他也并不是来别人家蹭吃蹭喝 在每家主人回家之前 他会将别人的衣服洗出来 然后将这些衣服拿去晾晒 通过这种方式 男人已经悄无声息地入住了上百户人家 但奇怪的是他一直都没有被人发现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一户 好几天都没撕传单的富豪家 就当他照旧检查富豪家的房间时 丝毫没有注意到角落里有一个满脸瘀青的女人 看着一个陌生人进入了自己家 女人并没有报警 而是躲在一边观察起了他的一举一动 看着对方吃完东西后还帮自己洗衣服 他突然感觉这个陌生人不像是个坏人 晚上直接大胆地跑到了他的面前 男人健壮吓得赶紧穿好衣服准备离开 没想到这时女人却突然大叫了一声 起初的男人并没有在意 但就在半路上 他突然察觉到女人可能是需要帮助 于是他急忙又返回了富豪家 不断地发出油门轰鸣的声音 没想到很快女人就听到动静真坐上了他的车 跟他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从此之后男人每次贴传单都会带上女人 像个寄生虫一样隐居在别人家中 这个男人每天都带着女友 往别人家的门上贴传单 只要是传单几天都没人撕 那就说明这户人家没人 两人就会溜进别人的家中吃别人的穿别人的 但他们也并不白吃白喝 临走时还会给别人洗衣服把一切都收拾好 因为他们是一对寄生虫情侣 住在别人家的感觉让他们很幸福 这天他们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一户没人的家中 可打开房门后男人却愣住了 不忍直视地一把关紧了房门 女人很是好奇直接一把拉开房门 没想到竟然看到了一位独居老人猝死在了家中 男人想要离开 但没想到好心的女友却走了进去 看着家里只留下了一只可怜巴巴的旺财 男人急忙打开了老人的留生机 结果竟然发现老人家的儿子出远门了 好心的女人急忙擦了擦老人脸颊 紧接着找了一块布将老人包好 然后妥善帮他儿子处理好了老人的后事 事后还不忘记打扫了一下房间 将地面擦了一个干干净净净 最后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 没想到就当两人吃饭的时候 房门声突然响起 就当两人被吓得不知所措之时 老人出远门的儿子带着儿媳突然回到了家 看着这两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 而媳妇急忙呼喊父亲的名字 发现父亲没有在家里后 吓得夫妻俩急忙冲出家门 二话不说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很快两人就被带到了警局调查 看着男人摄像机里的照片后 警方都感觉到了不可思议 因为照片显示他们去过上百个别人的家 经过调查后警方在老人家的院里 发现了被妥善处理后的老人 警方还以为老人是被他们害死 好在经过尸检老人是死于癌症 虽然男人没有因杀人罪被判入狱 但是一个拐卖罪却出来了 因为经过调查 他们发现女人是最近上报过的失踪人口 就这样男人最终还是被关进了大牢 本以为男人会就此放弃 没想到他竟然在大牢里修炼起了隐身术 因为只要隐身别人就永远看不到自己 为了练就一生让别人看不到自己的隐身术 这名犯人每天都在大牢里张开双手 然后轻轻地挪动自己的身体反复训练 因为他知道人的视角只有180度 只要是不出现在别人180度的范围 别人就永远发现不了他 隐身术自然而然也就相当于炼成了 果不其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 一天狱警查房时突然发现犯人不见了 吓得他急忙打开门走进去查看 结果真的没有发现小帅的身影 殊不知此时的小帅就在他的身后躲避着他的目光 尽管小帅的这波操作让人称赞叫绝 可阳光折射的影子却出卖了他 狱警猛然回头 对着他就是一顿棍棒伺候 本以为这样小帅就不敢做这种无聊的事情了 没想到此时小帅脸上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从此之后他开始变得愈加疯狂 为了将隐身术修炼的微妙微笑 他还特意在自己的手心 画上了一个眼睛 每天都体会自己在眼睛后面的感觉 没想到的是经过时间的推移 他竟然真的做到了让自己隐身 狱警还以为这次小帅肯定又在玩恶作剧 但就当他走进大牢后 却无论如何都发现不了他 还会被小帅给抱打一顿 经过十年如一日的训练后 他的隐身术已经练得出神入化 紧接着随之而来的就是出狱的日子 出狱后的第一件事 他就是来到了富豪的家中 尽管富豪此时感觉到了不对劲 但他无论如何都发现不了小帅 只感觉自己的身后凉嗖嗖的 女人察觉到家里的不对劲后 急忙来到了镜子前查看 没想到下一秒熟悉的小帅就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 但小帅的身影却只能女人看到 富豪无论如何都看不到他 之后的日子里 每次吃饭小帅都会利用隐身术出现在富豪的身后 悄无声息地寄生在了富豪的家中生活 有人说小帅早就在监狱里死了 也有的人认为这一切都是女人的幻想 看到这里你认为他最后怎么样了吗 牛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